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白宫今天宣布 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人 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被确认的 奥米克戎变体新冠病例 拜登政府在本周一采取行动 禁止从非洲南部入境的外国人士 进入美国 但是仍然为时已晚 福奇博士在白宫告诉记者 这是美国发现的第一例 由奥米克戎变体引起的新冠病例 他说患者11月22日从南非返回 11月29日检测呈阳性 福奇说此人已经接种疫苗 但是还没有打加强针 他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福奇说美国出现奥米克戎病例 只是时间问题 白宫正在考虑 强制要求旅客在抵达后 进行核酸检测 官员们说这些措施只是为了争取时间 让美国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新变种的信息 并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但是鉴于它的传播性之强 它到达美国是不可避免的 在宣布美国首例病例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本周四 宣布冬季的抗击新冠战略 试图平息对奥米克戎变体的恐慌 同时拜登呼吁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 以及注射加强针 与此同时 今天香港一位顶级微生物学家警告说 从香港机场奥米克戎令人震惊的 远距离传播来看 该变体病毒可能比Delta变体 更加具有传染性 一名在香港机场住了几天的过境旅客 成为了香港第四个奥米克戎新冠病例 该患者是一名38岁的过境旅客 上周三从卡塔尔抵达 由于签证问题 他在香港国际机场待了四天 周日被证实患有新冠 该患者没有接种疫苗 而且没有症状 抗体检测呈阳性 病毒量较低 一位消息人士说 大约20名机场工作人员 被确认为他的密切接触者 并且被送去隔离 该男子于11月15号 首次从巴布亚新几内亚 前往尼日利亚 随后从卡塔尔前往香港 政府流行病顾问袁国勇教授说 根据上周报告的首两例新冠变体感染 他相信奥米克戎比Delta更具有传播性 两名旅客在香港富豪机场酒店的 不同房间进行隔离 他们从未开门 从未见过对方 也从未分享任何物品 但是仍然被互相传染 袁教授说 这种可传播距离遥远的令人震惊 他补充说 这显然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情况 我们担心传播性比Delta病毒还要高 但是他提醒说 这一案例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因为他们只是基于两个个案之间的传播 与患者住在同一楼层的其他十几名客人 也被送往检测机构监测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人测出阳性 今天早些时候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表示 尽管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但是他担心新的变体可能会使疫苗的效力 降低20%至40% 香港的首批两名奥米克隆患者 已经打过了两剂辉瑞疫苗 出现了非常轻微的症状 专家提醒 虽然接种过疫苗的人症状似乎很轻微 但是该变体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影响 仍然不确定 公众不应该掉以轻心 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周二晚上透露 他们已经成功地分离了新的变种 并且表示 他将与中国大陆的公司合作 开发针对奥米克隆的灭活疫苗 预计将会在几个月后上市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 尽管多种不利因素有可能破坏中国经济 从疫情中复苏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2021年超过原定目标 刘鹤在讨论中欧关系的在线汉堡峰会上说 我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充满信心 他说 今年中国经济继续复苏 就业商品价格总体正常 增长有望超过目标 中国将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定为6%以上 刘鹤说明年中国将为中小企业和外国公司创造更好的环境 将会扩大海外公司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 同时加快发展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 刘鹤说过去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和开放 中国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 低于第二季度的7.9%的增长 尽管刘鹤的语气很乐观 但是分析家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弹性感到担忧 中国的经济复苏一直受到零星的新冠爆发 电力短缺以及对房地产和私营企业的打击而困难重重 刘鹤还呼吁与欧盟进行更多的接触和讨论 以修补中欧之间的关系 他说 作为两个主要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复苏的两个驱动力 中国和欧洲应该继续加强后疫情时代的经贸合作 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 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 鉴于太空商业利益的不断增长 拜登政府今天为民用商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太空使用 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 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日益激烈的太空竞争 白宫表示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会召开国家空间委员会的成立会议 计划要求政府机构的成员加快扩大和制定空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华盛顿正在为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中不断增加的安全活动感到担忧 中国今年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测试引发了一场关于地球轨道系统的军备竞赛 这些系统可以避开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 拜登政府还谴责了俄罗斯上个月的反卫星武器测试 说这次测试产生了碎片并且危及国际空间站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私人公司 包括马斯克的SpaceX 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 都在寻求开创一个私人商业太空飞行的新时代 白宫表示 拜登将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将教育部 劳工部 农业部和内政部的负责人 以及国家气候顾问都加入国家太空委员会 政府希望该小组的工作能够增加太空气候数据 以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和美国的竞争力 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 研究机构进行了首次美国重大国家安全调查 结果显示 美国人将中国列为国家的头号敌人 同时美国人对美国军队的信任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里根总统基金会研究所发现 5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 这比四年前的21%大幅增加 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程度有所下降 俄罗斯从三年前的30%下降到14% 与中国交换了第一和第二位的位置 调查发现 37%的受访美国人将东亚列为美国应该投入大部分军事力量的地区 而中东则以17%委屈第二 研究机构对2523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 误差率约为2% 研究机构表示 美国人明白 中国带来的威胁并不限于安全威胁 这涉及到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 调查还显示了美国人对军队态度的变化 调查发现 45%的美国人对军队有很大程度的信任 比三年前的70%大幅下降 另有10%的受访者说 他们对军队不太信任 而三年前只有2% 在过去的几年中 美国军队多次被部署在美国街头 包括1月6号国会山的骚乱期间 这促成了军队已经变得政治化的说法 统计数据表明 今年美国人对军队的敬佩程度下降了11% 虽然调查没有将阿富汗撤军 与对军队的信任度下降联系起来 但是受访者表示 他们认为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调查显示 59%的美国人认为 这场战争大部分是失败的 近一半的受访者将美国撤军的失败 归咎于拜登总统的指示 同时有48%的调查对象表示 塔利班的接管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